好,我們看一下那個 下面的例子 第二個 它說有個分數3分 把它換成小數 然後小數以後 DN位的數字呢 就是AppleN 然後請問你 它的所有的函數值是多少 還有Apple100多三 以及它是多少 看我們平常的什麼嗎? 好,第一種做到的時間 把3分之三先看 先除一下,對不對 好,除一下吧 0.4 28 20 2 14 60 對不對 再來8 56 41 5 35 10 51 沒錯吧 5才對50 寫太快了 然後這裡應該是7 49 然後呢 10 10 再來 1 甚至7 然後 3 對不對 好,當我寫3的時候我就停下來 為什麼 因為你會不會在鼓一位就變成0 30不是跟前面的一模一樣嗎 對不對 所以我可以知道7分之3其實是多少 7分之3 其實是0.4287 8 5 7 1 對不對 然後 上面一槓叫做循環 對吧 好,那請問你 什麼叫做F1 F1 F1指的是什麼 他說第一位是多少 好,請問你 小數點要第一位多少 4 所以F1就是4 那F2呢 就是小數點以後第二位是多少 就是2 好 F3呢 就是8 然後意思再推 F4 多少 5 F5 就是7 F6 F6 就是1 你猜啦 F7是多少 F7 除非列行 4 又來的1就是4 因為這裡是30嘛 30又來也只有7、4、28對不對 所以一直重複不停不停的循環 會啦 所以第一個題目說 請問你它的所有函數值是多少 就是這些 4、2、8、5、7、1 就是你的函數值 大概就是 4、2、8、5、7 好 下一個題目問你說 F100是多少 怎麼辦 你從題目可以看得出來 我們是幾個數字一個循環的 1、2、3、4、5、6 所以6個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100 除以6 所以是等於16於4 於4是什麼意思 就是第四個數字嘛 最難道答案就是5 所以F100就是5 F5 會啦 好 好 那題目問問什麼 他要求F1加F2加F3加F1 它怎麼算 其實就很簡單 就 8 對不起 4加2加8加5加7加1 然後呢 挖起來乘以16 為什麼 因為總共做16次 還有最後的4次對不對 所以就加多少 再加上4加2加8加5 就是答案 這樣會啦 那這大概怎麼算 要不要 這個是10 這個呢 20 所以它其實是27 乘以16 再加上這個呢 19 就是答案 這樣會啦 OK 那這個你就自己起來 所以我幫你看答案多少 我幫你看答案 這個是辦理幾的 辦理7的2的對不對 答案是451 OK 好 答案 答案 OK